大家好,我是这场的讲者,这个talk会跟大家介绍一下Rust的生态圈,大概介绍一下,不会手把手教学怎么写Rust,因为这是派抗,这样不太好意思 自我介绍一下,我朋友都叫我DV,然后我的同事都叫我CH,然后我去年刚毕业,然后现在在一家叫做Deep Sentinel的新创公司工作,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这个是我去年在PyCon的talk 然后接下来的talk会有几个假设,就是假设我们讨论的是Python3.6,然后我在的平台是Linux,然后在座的各位可能会一点Python更C,有点C知识的可以举个手 OK,谢谢,谢谢 好,然后先带大家快速的看过一下Rust的生态圈 那在这场talk之前有听过Rust的这个程序语的人可以举个什么 哦,你预想的太多,有写过的举手吗 哦,是我的,是我的 好,这个是去年Rust的社群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在写Rust这个程序语言之前,那大家这些Rust开发者喜欢什么样的程序语言 那因为Rust是一个相对于注重效能的程序语言 所以很多人来自C或CX,这是可以理解 但是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他是来自于Python的社群 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 那 为什么呢,我们要讨论Rust这个新的程序语呢 因为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feature 就是 在没有使用gobby correction的状况下 来达到memory safety 那 听过gobby correction可以举个什么 哦,还蛮多的 知道memory safety的可以举个什么 好,谢谢 就是我们平常在用C或CX加这种程序语言在写的时候 因为可能会自己操作一些记忆体啊什么的 然后 那可能会一些不良的操作 然后导致memory leak 或是什么double free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 就会造成很多的自然漏洞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 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你什么时候都不要想交给gobby correction 记忆体给gobby correction管 但就是会有gobby correction的overhead 那 会损失一点点效能 那Ruster这边是想要在 不 尽量不损失效能状况下 来避免这件事情 这是他一个特点 那Ruster是 然后接下来是Ruster是一个 强行别的静态语言 静态语言然后是强行别人 然后他是编译式的 是大概给大家一个初步的概念 那 大家可以看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是官方的一个连结 你可以看到现在 有哪些公司 有已经有 有在内部或是甚至在production上面 使用了Ruster这样 那当然 下面那个Mozita是一定会有 因为他们是最早在推崇的 好 那这是 这个月的一个benchmark 这是 这个网站是专门做 各个程式员的效能benchmark 然后Ruster是在这个阶段 大概是跟C跟C加同个level的效能 所以大家可以 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它主要是主打掉高效能 对 然后 大家可以找一下Python 那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Python没有在这张图上面呢 因为它是不同量级 Python在这里 那个级数不一样 上次在这里 那当然也不是说 效能就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要选Ruster 但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Python也有它的优势 但是我们可能在 开发的过程中 或是production之后 然后会渐渐的 可能在某些task 很讲求会需要效能 那以前的状况 可能会是说 你可能用C或是C加加来写 那现在有多一个考虑就是Ruster这样 那Ruster是一个非常新的程式语言 那它在2015年才release的1.0版 非常新 然后就在6月8号 它release的新的版本 1.18 它每隔6个礼拜 它每隔6个礼拜 就会发行新的版本 那 从1.0之后 它就会很注重相容性 就不会像 之前还在0点几的版本的时候 会可能语法大改什么之类的 那1.0之后就没有 就会它很注重相容性 但是它又会维持每6个礼拜 就会release一个新的版本 把现在的改进释出这 然后 现在成员也不能没有这个 就是 我们要 跳得太快了 我们要按 要用有第三方套圈的伤害圈 因为像 C或是压迦这种官方 官方没有在 维护这种平台 所以 会比较分散 那 Ruster这边的话 官方有一个叫做Quiz 就是你可以想像 这个网页就是 Python的Pype这样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各式各样的第三方套件 那 你要怎么样安装呢 那官方也有提供工具 就是叫做Cargo Cargo是一个 你可以想像 就是它是有点 像Pype加 像Peep加ZeroTools的工具 有点像这样 然后 Ruster在 编译器的版本控制上面 也有提供这种工具 让你可以 很方便的安装 你要的编译器版本 就像是 你的那个派上可以选择说 我要派上3.5 3.6 你可以在你的Local 选择你要安装哪一个这样 然后根据你的专案来切换 这个都是已经有准备好的工具 那 用起来长得像这样 这个是 选择平台 讲错了 这个是简直 这个上列出来的是 你的版本 有分 可能有 Stable Beta 跟Nightly 那你也可以指定说你要装特别哪一版 你可能你的Code 在这个版本 会动 然后 在其他版本会动 你可以选择指定这个版本 这样 然后 它也可以支援很多个平台 就是 官方也有 就 尽量在增加支援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在 像我们的X86系统上面 可能 Quest Compile 编出 On the Finery 这样 那这个工具都是已经 已经 有人在 在维护 然后在 加 在开发 这样 所以用起来会相对来说 会比你在 C或CX上面 要来做 来个方便 然后 Bust也有像 PB这种东西 就是他们叫RFC 那你要对语言做什么 更动 或是你想要 要加什么新的东西 就要先去提 那提了之后 然后会有 大家在下面讨论 然后大家都觉得 OK 都 认为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会进去 然后开始 implement这样 然后这边 这个是官方的 totail的连结 然后 RUSH也有附上 那个 丰富的Center Arbery 然后也有很多的Document 可以看 那 在Document这方面呢 RUSH也有像 Python的Darkstream 这种东西 你就把你的Darkstream 写好 写在你的Core里面 然后它有 官方就有副工具 让你可以直接伸出来 伸出漂亮的Document 就跟官方的Standard Library 那个Document 一模一样 一个模式刻出来 然后这是一个 自动帮你在 把那个Core上面的release Document的服务 然后Python就这样 就都会自动帮你Python好 只要在你的Core里面 写你的Darkstream 然后Official repo 都在Github上 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开发 所有的讨论 都在上面 当然还有其他 论坛 或者什么之类的也有 好 这就是 以上是 快速的带大家 认识一下Rust的生态圈这样 好 所以 有这个 我们可以 这边可以知道 Rust是一个 低接的程式 也像 跟Python比起来 相对低接啊 但是他也有 尽力在 提供 丰富的工具 让你用起来 不会像 DK或DL家 可能 用起来比较麻烦 呵呵呵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Rust有多低接 好 好 这是 一个功能 就是 这等同于 呃 Python的Stream的Format 嘿 低接 然后 这是 Rust的 Iterator 很低接 好 还是Iterator 有Filter 很低接 嗯 很低接 嗯 还是很低接 嗯 还是很低接 Rust 也有Lambda Function 就跟 Python有Lambda 一样 很低接 嘿 就是 以上这些feature 看起来 好像不是一个 像什么 C这种低接 神训员会有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 呃 其实Rust是真的很低接 嗯 就是以上是我 可以选的 feature 让你看起来好像很方便 但是你 如果你要实际上 呃 开发然后控管的 各种东西 可能还会碰到一些 真的 跟Python比起来相对低接的东西 尤其是像什么 LiveTime或是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他为了要 呃 让你的 好好控管你的记忆体 不像那个Python Python就是 反正你的记忆体 以Python来说 就是呃 我什么事情都 记忆体这个事情就丢给 Cpython管 然后他就用reference content 帮你处理 那如果你用Python 可能就是他会有tracing的GC 呃 这边就不太提 不太提太多细节 这样 然后 为什么 那个Rust的Compiler 呃 蛮严格的 你会 会 避免你做一些 蠢事 就是你可能不小心写错 当然他不能避免你 犯逻辑错误啦 但是他可以避免 尽量避免你一些事情 所以他会 噴 各种error 就在你的开发过程中 不断的跟你噴error 就一直噴 一直噴 噴 噴噴 对一直噴 好回到Python 现在是Python 回到Python 我们平常在写Python code的时候 呃 你在用到的Python 可能会有分好几种 一种是 你的那个project就是 纯Python 里面就只有Python 没有其他程序研写的东西 那再也有可能是说 呃 我们专案里面 可能有一些部分 比较讲究效能 他可能是 C或Di加写的一些Library 或是Cpython的Extension 那又或者是说 呃 他可能是用什么 呃 好比Java Java写的 有一些Java的Library 然后你Python code 会直接跟他沟通 什么之类 对 然后今天的重点 会放在 Binary这边 让大家看一下 Python怎么跟Binary 沟通这样 那 几个比较常见的 呃 呃 Python接办理的方式有C-Type C-Type C-Type 这是官方Standardary里面内建的 然后 还有一个叫CFFI CFFI CFFI是 呃 PyPy他们的开发者做的 然后 CpythonExtension CpythonExtension CpythonExtension是 呃 Cpython这个官方的Python实作 提供了一些 C的API 让你可以去实作 Extension这样 这样 然后 这是一些 随便找的那个范例 就是 有在用的Project 这样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好 那 大家再来看一下 呃 如果我使用C-Types 去 跟Binary沟通 大概会长怎样 就是 我可能会要 会要 呃 跟他讲 我们的 Function的 呃 传入的 参数的 行别 跟回传的行别 就是你要在这边宣告好 这样 跟他讲 然后他会再沟通 然后他的 流程大概会长这样 呃 你会有你的C-Code 然后你可能经过你的 Compiler 编成一个Share Library 然后 你的Python Code 会通过 官方的C-Types C-Types 底下会再接 一个叫 LibFFI的 一个Library 那他会 负责 做一些转换 行别转换 或是 对他的一些处理 然后这边 会帮你把这边串起来这样 底下的Floor大概会长这样 那至于C-FFI 呃 他用起来会 你C-Types 稍微方便一点 因为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把那个C的黑的 C-Types 放进去就好了 对 就是一个很懶的 状态 对 然后 他的Floor就长得像这样 刚刚那个C 他那边换成C-FFI 那这是 呃 C-FFI的ABI Level 它有分ABI Level 跟API Level 那 API Level 就不会有LibFFI 这个 这一块 他就直接帮你做成 T-Python的那个 Intention 这样 对 那 这边就不再提细节 我们回到 T-Python Intention 好 你在 Import的时候 他可能会 会找说 呃 我又没有Python Module 可以在我的路径里面 有没有PythonPyH 或者有没有 一个可以用的 这个ShareLibrary 那 因为今天是要讲Python Extension 所以我们会focus在 找到这个ShareLibrary 有一个叫做 PyCon-TW.SO 这个ShareLibrary 那 如果 我们的C-Python 找到这个ShareLibrary 之后 他就会去 尝试呼叫里面 这个 PyInit 底线PyCon-TW 这个方式 他就尝试去里面 找这方式来呼叫 这样 那Flow会大概像这样 你的 你会用 先用你的C-Code 和你的 和Cpython CAPI 来写你的Module 那 经过你的 Compiler 会变成一个ShareLibrary 然后这个ShareLibrary 会直接跟你的PythonCode 互相沟通 这样 然后 简单的CodePath CodePath 会长这样 就是你的Import 然后 你出入Import的时候 然后会开始找你的 那个ShareLibrary 然后 那个名称 就是你Import的那个 Module名称 然后找到了之后 他就会呼叫 Posix 里面的 那个SystemCode 然后他会 呼叫这个DL-Steam 然后尝试找到你这个 PyInit底线 然后 你那个Module的名称 然后来呼叫他 他会负责把 PythonModule建起来 那 要建起PythonModule 底下就会呼叫到 Cpython里面有一个 PyModuleCreate 这个 这个API 这样 大概的流程会长这样 那 那 给大家看一下 定义几个简单的 功能 然后 做一些 Cpython的 Extension 这样 这是 Cpython的 Extension的那个 CAPI 那你就先 你要 你就先定义好你的Method 但你要先提供那个 Hello World跟Hello 对 然后 然后大概长这样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然后 最后你的那个 这个 引力的方向里面就是call他 然后回传出去这样 所以他直接用底层的 那个CAPI 建好Module 丢过去给他 然后回传出去 回传过去之后 按你的Python Code就可以呼叫 然后 然后 然后CpythonExtension的话 你可以在 跟CPUTools 结合 所以 就可以像这样子 很好的包装好 然后之后 你就直接打这个 如果你用CPUTools包装好之后 你就可以 直接打这一行指令 就神秘的编号这样 就神秘的编号这样 好 好 呃 RUS 那这块要怎么跟Python互动呢 那你如果 我们刚刚有提了三个嘛 CType CFFI 跟CpythonExtension 啊 你要用CType 或CFFI 的话 当然可以 就是 因为 RUS这边有提供 说 我的Data 或者是我的Function 是要 以C的ABI 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再写另外 额外写一个 C的Header 就跟你一般的C的Function 一样 provide一个Header 然后 一样 或是 用CType把它 那个 新别写好 或是你CFY 直接把它CopyPath 进去这样 那就会动了 那 如果我想要 编程 CpythonExtension 呃 就 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 也是有机会的 就 这边有一个 简单的Sample 没有 Code裡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很简单的Sample 那 这边的Flow 会用一个 呃 叫做RUS RUS Cpython这个Quadget 它会 它会负责把 Cpython的CAPI 包装好 包装成 RUS这边的一些 比较方便使用的语法这样 然后 我们的RUS Code跟 就跟RUS Cpython 还有 我们的Cpython CAPI 全部一起编成一个Share Library 然后我们Python Code 就可以直接跟它互动 那大概长得像这样 这样 这个是RUS的 像是Python import的东西 这样 从这个Cpython 这个 这个 第三方套件里面 拉一些东西进来 然后 开始做我们的Function 大概长得像这样 就是一个简单Hello 然后 就是 也是一个简单的Function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定义说 我的Module裡面 会有什么样的Method 可以Call 然后它都有 它有提供一些 简单的包装 那就其实是这样 好 然后这是 你的 整个Project的一个定义 有点像 Sea打拍的 里面要写的东西这样 你可以定义你的Defense 然后你现在这个 拍一个版本 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 定义完之后 然后 这个 这个 Python Project就可以用 这个RUS Project 就可以用 这个Command Cargo Build 编好 编出一个Share Library 那 你还可以用 Cargo Build有分 呃 优化的等级 那你可以再加 尖尖Release 会开比较多优化 那 这个东西 还可以再包装 有一个Sea of Tools Rust 可以再包装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你的Sea of Tools裡面 全部包装好 全部包装好 一样用一行指令 就是 Python 再打拍 然后Build 然后右边好 然后 接下来就是 给大家看一些 呃 那个 刚刚那个Github Link里面的 那个Example 就是用出来写出来的 这样 就是Print 简单的Print 把Python的那个Data Print出来 然后 简单的Hash 就是 直接拿Rust StandarWay的Hash 然后 这是 这个Hash是 没有 触手还是没有Random过 然后这是有Random过 然后 Python Rust StandarWay裡面有 内建一个叫Vector 有点像 呃 C++的 也是Vector 然后 Python这边的话 呃 有点像List 但是不完全一样的 对 然后 里面还有简单包了一下 DropRust 他们做的一个叫 呃 做的Vector里的那个Rust的 的Project 这样 这是一个 压缩的 减算法 压缩的Project 然后简单的接一下 然后 要接 DropRust 他们这个Project 其实也蛮容易的 就是 你先定义说 我需要这个Project 然后 刚刚那个Method 定一下 然后 这就是 重点的那个Method 就是看 DropRust 他们提供的API 然后扣一扣 好 扣一扣 然后就没了 好 看一下还有时间吗 有 我可以直接现场开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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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编出来的 这个是编出来的 quill 然后 好 然后 点一个 点一个Version 用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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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刚刚那个Github Link里面编出来的结果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Share Library 然后它底下有一些实作的Sample Code这样 然后像我吃个Print 这个Print 这个Print是 从Rust Code那边 处理的 所以它都是用Rust Code在输出 那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自己去那个Repel Chrome 用下来然后尝试Build一下 然后来玩玩玩看或是自己去用那个 刚那个Rust的Division来做 当然可能要先学Rust 对 然后这是 简单的那个一些范例 就是这个网站上有一些范例 然后这个Repel上面有更多的Rust的学习资讯 这样 好 那 其实那个Project上面还没有接很多东西 但是还有一些 事情可以做 就是像是说 嗯 我就用CI自动Build很多 Platform的CPython extension 这样我就不用每个Platform都自己Build一个 就是CI自己自己Build 然后甚至说我可以 狂派一些CPython extension 让我就可以在X86上面做出 Aum的CPython extension 这种事情也可以 那这都放在Future World 因为就是还没做 好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对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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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是 底下来是接Dpython的那个DAPI 对 那就是要改Dpython的本身 对 对 那个 中间是 底下来是接Dpython的那个DAPI 还有其他问题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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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會用Essence 語法會用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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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嗎? 呃不是 應該說Essence 語法是因為說Rust 本身它的那個 function name會經過 name only 所以你在那個 share library 打開它名字可能會不一樣 Essence 語法就會讓它不經過 name only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就是你寫的那個 function name 對 是這個因素 那你在招了之後 它其實如果是學了rubic 當你覺得 別這麼覺得很高難 所以我會知道它招了 對就是如果你有rubic 在rubic 這邊處理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把rubic 這邊的機制 很好的expose上去讓python這邊知道 這樣子你的才不會造成一些 memory leak 或什麼之類的沒有處理好這樣 好 對 因為這是兩個語言在溝通 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一下rubic 適合做什麼樣的應用 呃 講求效能的應用 對 其實你會想要把CEO CI家拿來做什麼樣的應用 那就可以拿來應用這樣 對 Rust和python之間可以share memory buffer嗎? Memory可以 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剛剛想要補充 就是Rust除了效能之外 因為我比較聽錯的是它在安全上的用心 包括它在Memory那邊 例如說 例如OPEN SL就常常爆嘛 所以其實大家受不了了 就是好像還蠻期待有 比較安全的層次員來解決這種legacy的問題 這是安全的部分 因為效能的話其實 我相信Rust只是選擇之一這樣 不過就我的感受 安全上好像 就是Rust在這邊有特別的用心的感覺 對 就是 講求效能又要安全這樣 對 還有其他人要 問問題嗎? 沒有 那我問最後一個 然後就結束了 主席權限 那 就是那個 CFFI 就是那個Library CFFI會流行 不是流行啊 就是會被推廣的其中一個因素 是因為他們 他們其實是那個PyPy的工作團隊去開發的嘛 對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Python的C Extension API 沒有辦法直接對接PyPy 然後 所以他還要再加一個Rapper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CFFI 然後他可以直接對接 然後跟CFFI可以直接對接 然後跟CFFI可以直接對接 對 就是用它的時候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嗯 對啊 CFFI當初就是因為 Python的那個 Python的Extension跟它不合 所以才 才做的 那 一種 一種 方式就是Rat這邊也是用CFI 就是像提供那個C的黑的 這種方式 當然 但我是覺得這種方式 雖然 會動 但是 我是覺得不夠好 對 那 那就是說 可能要看說 PyPy底下 有沒有提供 比較好的那個 Extension的方式 那這塊 我還 目前還研究不多 就是我不知道它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 寫Extension的方式 對 那如果有的話 那 可能看它的API 那API提供好 那 80分就是 做一些包裝 這樣就OK 這樣 對 好 那時間 剛好50分 然後就 謝謝 講究了